中间勾起来就是一个是形状大小 你自己可以调节 第二个对于你有多少线 它也不浪费线 自己调整以后也很漂亮 很简单的 这是起头 大家会起头吗 这样拿好以后转一圈 锁一针 勾一段辫子 这个就等于是从中间开始这儿勾 这个长短呢 咱们自己定 觉得这个中间这个长度呢 合适 勾出来的方形合适 咱们就勾多少 完了呢勾六针 转回来 勾一针长针 这样呢边上这儿呢 就是一个这个方形的洞 挨着呢勾 再勾两个长针 针完以后勾一个辫子针 这儿好 因为上面勾了一针辫子针 第一空一个 再勾三个长针 碰一个 再勾长针 这一行就这么勾下来 剩一针 这样还勾出来 这样呢 大家看这边一个套 这边我们相当也有一个套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针扭过去 这样就过来了 看出来了吧 扭过来以后呢 勾三针辫子 就相当于在这套里勾长针 我们这三针辫子呢 就相当于一个长针 因为你看我们每个花形都是三个长针 这个时候呢 等于我们这边就勾好了 勾好以后呢 再勾三针辫子 在这里边 再勾三个长针 大家看 现在等于是我们转过来了这行 看见了吧 已经转过来了 同样 那我们还是这样 勾一针短针 在这里边勾三针辫子 勾三个长针 看出来了吗 这一行就都这么勾 大家看我勾到这个拐弯这儿的时候 这儿还要勾三个辫子 没有 先勾一针短针啊 然后再勾三个长针 然后再勾三个长针 现在看出形状了吗 勾三个长针以后 因为这儿是拐弯 再勾三个短针 三个辫子 完了以后 再勾三个长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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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家可能就看出这个头这儿了 看出来了吧 这个就是那个角 咱们继续把那边也勾完 这个很简单 主要就是拐角 这儿注意勾平了就行了 其他的呢 这地方都是一样的 在这个交叉的地儿 勾三个长针 大家看我们从这边勾过来 勾到这儿以后 这儿连接 给它勾三个辫子 跟这个连接上 这样就连接上了 就看明白了 这边 跟这边是相同的 是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下一行呢 怎么勾呢 先把这儿给它穿过去 把这线 因为我们这是交叉的线啊 交叉着勾的 把这线一定要给它挪到这边来 这样 就看不出来了 正好这线在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再勾这儿 勾三针辫子 就相当于一个长针 这样呢 这个是那角 同样呢 我们这儿要勾三个辫子 在这里还要勾一个三个长针 现在基本上能看出一点点形状了 这个角就出来了 就是每一圈勾到最后这儿哈 都是一样的 给它锁针锁住 完以后把这个线 给它锁到这个鸡脚这儿哈 这样 就是这么勾法 完了一直勾到我们所要的这个大小合适为止 勾到最后我们要的大小的时候呢 就是感觉就是合适的 我们勾到最后 这不是锁针以后吗 我们勾边 勾边呢 我们勾到最后的时候呢 这儿哈呢 我们给它锁针 锁上以后呢 直接勾三针辫子 在这里边勾两个长针 完了再勾 三针辫子 再勾三个长针 这是勾边的啊 勾完这三针长针以后呢 我们这上一行不是三针辫子吗 我们在这儿给它锁住 锁完以后勾一针 这个时候呢 在这边 看好啊 就跟这对称的 看见了吧 跟这对称的 勾完三个长针以后 勾两针辫子 再勾三个长针 勾完这三针长针以后 我们看这儿啊 跟这边对称完了 我们在这儿锁住 放垫就完成了 这个就是从中间开始 往四周勾的放垫 这样呢 很方便 你想勾多大都可以 根据你的线 根据你要的这个尺寸 就这么做 就可以了 现在基本上一个成品就完工了 大家看 主要这四个角 勾完以后 它是这样磨角的 也很不错 谢谢大家